目回长安 欢迎来到擂台 我是蓝虎 咱们来看一个皇宫的69级的一个单挑 观战方呢 是现在回归69级的一个放火山是吧 也是人间大炮的一个本人 对战方也是一个大头关锁 手持是吧 青龙艳月 双方的一个装备来看的话 应该是对战方略强一点是吧 他的一个无级别的一个等级更高 观战方的一个无级别是一个100级的 上来双方也是互相迭漫天 观战方应该是带着一个嗜血帆 可以看到啊 双方的一个抗性 其实加的都是非常的高的 哎呦 但是 这种低等级的一个大头关府 说实话 打这种单挑他的一个灵活性不行 就是说 你是吧 只能平位出发一把漫天要么就横扫 破血 他不像这个画过山这样的 是吧 你看平位可以出发漫天 而且有刀就丧 对方一个漫天的一个几率非常的高 对面的一个属性点应该是都集中在了一个血耐上啊 所以他的一个攻击很低 花果山呢 同样是也是肯定也是以血耐为主 但是花果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技能是吧 就是这个棋子 这个棋子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自己的一个伤害是吧 这样的话 哎呦 花果山就不是很依赖一个装备 有三层骑的是吧 直接暴飞 对面的一个大层应该是直接没法打 观众方的一个抗性也是讲得非常俗 平A过来不过300血 但是反观观众方因为是有一个三层骑子的一个存在是吧 上去平A 伤害直接爆表 看一看队长方还想不想反抗 还是想反抗的啊 继续拉了一个归宿 这样的话队长方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啊 因为其实拉起来的话一个伤 虽然可以用这个血耀恢复啊 但是他对观众方造不成一个致命的一个伤害啊 哎呦 人宝宝还去贴 好在是队长方拿到了一个一锁哈 哎呦 观众方都不伤法了 对哪还继续拉吧 好不好 哎呦 队长方的一个血耀消耗得非常快啊 反观观众方啊 手里还剩下20个药 药一动没动 队长方的一个药用了一半多了 这样的话打下去对队长方持恨的不利 观众方每回合都在刷数据啊 哎呦 对面的一个宝宝现身了 哎呦 嘿嘿嘿 呦 嘿嘿嘿 队长方还是在硬顶 现在队长方手里只剩下三个药了呀 啊 观众方继续照这个节奏打下去啊 没有问题的 哎呦 队长方还剩下两个药 观众方的一个宝宝 对方就拿宝宝而已的话 队长方的一个宝宝也是飞得比观众方快啊 队长方开始后发 后发只有五百血 感觉观众方现在就是有点玩的意思了啊 直接就是飘了一下 感觉观众方完全可以就是说拉点暴力的宝宝是吧 杀人的宝宝直接可以出了 但是照这个节奏打下去应该是更稳一点 哎呦 观众方的一个伤害 哼 别被反倒 现在的话队长方应该还剩下一个九转 哎呦 队长方现在也是是吧 尽尽全力的和观众方干 但是没有用了呀 应该是失掉了比赛了啊 观众方还是想再玩弄他一下 队长方现在被打的弹尽良全是吧 宝宝还剩下两只药也还剩下一个 基本被打干净了啊 咱们恭喜大宝拿下比赛 请不吝你